那么下面咱就进入到今天的课程 那么咱们今天要给大家进行讲解的知识点 简单来说就是要讲解一个http 通过http最终咱能够实现一个效果 简单来说今天咱学完今天的字典 能干解什么事呢 学完今天的字典之后 你就可以用你的浏览器 你就不要再奢求用IE了 IE这个哥们实际在开发的时候 开发人员绝对不会用 你放心就行了 IE就是个咱俩 你把它扔了 那么一般会有什么呢 要么用谷歌要么用火候 我说过很多遍了 简单来说今天学完字典之后 你就用浏览器去访问你Python写的那个程序 你Python的那个程序 它就可以满足浏览器的需求 浏览器想要一个网页 浏览器最核心的一点不就是看的网页吗 你说是个道理吧 那么对重了 你的浏览器就可以从你写的程序里边 拿到想要的东西 今天咱就实现这么个效果 那么咱们实现这个效果之后 也就是说咱们慢慢的要往哪个方向靠呢 简单来说同学们要注意点 咱们在前几天的知识点出去 咱们稍微再看一下 回过同学咱们看一下 咱们展望展望 咱们未来学的东西 刚开始的时候 咱们是学了一下Linux怎么用 后来的时候呢 咱就学了一下Linux里边网络怎么用 后来咱们说了 想要实现多任务应该怎么用 是个道理吧 那么再往后呢 咱又花了一天的时间 咱们学一学正德别达试是什么 因为通过正德别达试 毕竟它能够完成一个特点 从茫茫的字母串当中 找出你想要的数据 没错过他吗 那么简单而言之 咱们前面学的这些知识点呢 目的只有一个 是为咱们接下来的 知识能够一些铺垫 那么咱们接下来的 未来几天会讲什么呢 简单来说 往一个地方靠 往哪呢 浏览器去访问你写的服务器 这个方向靠 往这个方向靠 那么对这种单能够实现的一个效果 就是让你的浏览器 访问咱们写的程序 能达到一定的效果 咱们过一段时间呢 咱们就会学MySQL 咱们慢慢的会把MySQL 以及其他的一些功能 往咱们写的Python的程序里面揉 学一点揉一点 学一点揉一点 你懂我意思了吧 那么简单说 咱们未来的剩下的知识点 差不多来讲的话呢 只有一个大方向 学习一下HTT协议是干什么的 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到底怎么样 想要浏览器看了一个网页 它是怎么看得见的 那么你的MySQL 又在整个的网络 这个浏览器通信的过程当中 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那么这是咱们的一个目的 那么也就是说 咱们学完了 接下来了 未来的这一段时间的 一些知识点之后呢 咱们一个特点 你能够知道浏览器 访问服务器的整个过程 以及MySQL 它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个东西 咱们学完了之后呢 也就是说同样 咱们的整个Python的阶段 也就是结束 要是说未来还有很多天 至少都在咱们Python高级里边 学完了Python高级 接下来会学什么呢 学前端 就是说咱们这个阶段 会告诉你浏览器 是怎么看见的这个网页 那么接下来那个阶段 咱就去学这个网页 到底怎么做 学完了网页怎么做之后呢 咱们在下一个阶段 就会学什么东西呢 真正的在企业开发的时候 那么框架又是怎么用的 比如说像张稿 1727现在不就在学那个东西 就叫张稿 那么1727现在已经到了 第一个项目了 也就是说用张稿 有可能你还不知道 什么是张稿 简而言之 你还是用Python写这个程序 无非是用了别人写的一些代码而已 那么对这能够实现什么效果 一般真正工作开发的时候 就是用那个张稿 学完了张稿之后呢 接下来再去学后面的姿势 那么简而言之 张稿在这 前端在这 咱们现在学的这个东西在这 学完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你再学了下个阶段前端 将来你再去学张稿的时候 你就知道张稿应该是怎么实现的 那前端又应该是干什么的 那么你将来呢 就会对你的这个知识的理解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认识 就是说咱们学这个阶段呢 只有一个目的 让你知道什么是进程 现成协程 做任务是什么 网络又是什么 那么通过这个东西 能干净什么事情 最终呢 能够让大家在心里面 有个感觉 张稿一般会怎么做 能列为什么 将来面试的时候呢 就特别有帮助了 因为很多人就说面说 你的张稿怎么用的 对吧 你觉得应该是怎么实现的 他就会这么问你 那么这个阶段 其实呢 就有一定的含义在里面放 好了 虽然咱们这个阶段 不会真正的写出一个 非常牛叉的张稿来 但是呢 咱们呢 能够知道一个 基本的框架 又是怎么实现的 都在咱们这个阶段开始 那么也说 从今天开始的 接下来的知识点 今天开始往后的知识点 基本上呢 都是在往这个方向靠 听到我意思了吗 前面都做准备 接下来一个大线 都是往那个方向靠 即浏览器 怎么看的一个网页 整个过程 打方向去确定了 能列我意思了吗 往那个浏览器 看的那个界面上靠 好了 那么咱们呢 就接下来 进入到详细的知识点